将来到中国大陆去旅游写拼的民众要注意咯 大陆政府最近严抓仿冒商品 那么在海关严查购买假名牌包包 或者是盗版光碟的旅客 最近就有不少的台湾旅客 因为买了假货 结果当场被抓到 被他偷来的 但是你这个东西很明显 是不是假的 这位台湾旅客 花170元买了17张光碟 全部是盗版 中央电视台展现中国政府 捍卫智慧财产权权的决心 在珠海公北关口 跟拍海关抓盗版 但是他们抓的不是盗版的制造者 而是消费者 假冒的LV包包 我是在送回我员工 我们周年庆我们要抽奖用的 他说没关系 我才会买 又有一个操台湾国语的台湾人被逮到 不过有意思的是 在中国合理数量的假货可以被通融 国家规定的话 是用合理数量的 你是可以带出去 但是什么叫做合理的数量呢 这名台湾被没收了38件冒牌货 只能带回两件假货通关回家 虽然中国政府还提供了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扣留你的商品 另外立案处理 不过一旦判定是假货 一样得没收 接着央视又抓了一个错误案例 买了一些衣服到台湾送自己的亲戚 根据央视报导指出 4月19号当天在拱北关口通关的 一共有28万4千多个游客 只是非常不巧 买假货被抓包的不是台湾人 就是要送给台湾亲戚的人 中天新闻庄红报道